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圣经中常重复一些数字 有什么寓意还是单纯数字 从旧约的传统 犹太人的拉比们 他们的惯例里面 其实就有喜欢游戏这样的文字 比如说七 单印理书里面七 二十一 然后四十 当然这里面其实有意义 比如说一周的七天 这个一个循环完整的循环 七个七等等 新约也有 那新约教会初代教会 这个新约的耶稣和使徒们第一代 他们其实也都是基本上犹太人 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延续了 这样的习惯和传统 所以说从某种方面来说 解经里面数字的诠释 也是一个研究的领域 我们中国老一辈传统 有这方面影响 就比较喜欢解数数字 虽然有些方面比较过 但是诗经里面 不可忽视数字的问题 起书录里面什么666啊 什么七个晚七个号啊 七七七 这都是有犹太旧约背景的 所以七一般我们是解释 象征这个完全的数字 什么九啊 人的数字 然后二啊 这个见证性的数字 两三个人见证啊 所以诗经的时候 不可忽视数字的问题啊 但是不要执迷于数字 见一个数字就一定要非得 抠他的意义啊 有些很明显在文脉当中 作者在做文字游戏 有的时候是单词游戏啊 文字游戏 有的时候是数字游戏 那我们就要留意 作者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图 刻意要搞些数字 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 分成这个三块是吧 四十年 如果大家仔细研究的话 其实中间有的不是四十代啊 不是四十代 但是作者呢 刻意用这个四十 四十年 四十年旷野 然后四十年试炼的数字 包括这个四十四十 刻意这么安排 作者有这样的意图啊 三个四十 这样的把以色列的历史划分 所以有的数字我们要留意 作者如果明显的 刻意的去搞数字游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啊 像十二也一样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 十二个使徒啊 启示录里面十二根柱子 二十四位长老 三年半 七亿等等 这个都有意义啊 不是没有意义 我只是点到为止啊 具体的要在具体的书信里面 也要诠释啊